一周新闻简讯聚焦新闻热点 通晓西部大事尽在一时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焦点节目 4月25日成千上万的葡萄牙民众 再次人手一只红色康乃馨走上街头 庆祝43年前那场没有流血的革命 425革命又称康乃馨革命 是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于1974年4月25日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 有很多平民自发参与 政变期间军人以手持康乃馨花来代替步枪 康乃馨革命便由此而来 此革命推翻了20世纪西欧危机最长的独裁政权 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 在当天举行的425革命纪念日演讲中表示 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同时完善财富分配 减少不平等现象 4月17日至19日 应葡萄牙共和国最高司法法院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率中国法院代表团 对葡萄牙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 周强分别会见了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院长 加斯帕尔 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格梅斯 国家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米格尔 科英布拉大学校长希尔瓦等 4月24日下午 以厦门市政协副主席江属侠教授为团长的 厦门市政协访问团一行人 6人拜访葡萄牙中华总商会 并与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代表和旅仆敏吉侨胞 举行座谈会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显先生 等与会代表与代表团成员 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沟通 大家都期待双方能有进一步的合作发展 据Noticia Omnuto报道 著名美国杂志 时代将葡萄牙首都李斯本 选为欧洲最佳十大旅游目的地 文章中如此描述李斯本 美丽安全性价比高 是欧洲的天堂之一 葡萄牙总统马赛洛德索萨 在自由日纪念仪式上 致敬众多葡萄牙媒体 为媒体对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并向葡萄牙新闻协会授予了荣誉勋章 同时 总统对于葡萄牙媒体 在当今社会的生存表示担忧 希望能够为行业未来的发展 提供帮助和解决办法 据每日新闻报道 葡萄牙食品安全与经济局 自2015年以来 已责令关闭了747家餐饮店 平均每天关闭一家餐馆 此外 平均每年有2700家餐馆 受到葡萄牙食品安全与经济局的罚款 罚款金额在300欧元到18万欧元之间不等 本台再次提醒广大中餐和酒店企业 在日常经营中 严格遵守不同监管部门的相关法律规定 7月26日 由首都航空直飞的中普两国间第一条直飞航线 北京里斯本即将起航 每周三周五周日 13小时便捷直达 该航线将由全新的空中客车 双通道宽体机A330-200直飞 葡萄牙政府与旅游局 在未来十年的旅游战略计划中 中国市场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这一航线的开通 预计将更好的促进两国旅游交流的往来 据每日新闻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 葡萄牙在过去四个月内 患麻疹的人数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其中一名李斯本的17岁少女 因患麻疹不至深奥 国家卫生局警告 麻疹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流行 要求父母必须给儿童接种疫苗 加泰罗尼亚警方近日破获一起 华人组织犯罪药案 约一周前逮捕了被指控为 此组织头目的华商庄阿赫 除他之外 此组织还有24名成员 该头目现年41岁 涉嫌投入大量资金 建立起一处大型大麻种植田 并将生产的毒品走私到荷兰和英国 西拜亚国家警署近日查处了一个 利用合法企业挂钩的虚假公司 进行劳工文件造假 以非法方式办理外籍移民居留 以及社保程序的犯罪网络 共有188人涉案被捕 涉案金额达到600万欧元 以上就是本期每周焦点的全部内容 若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访问环球伊比利亚传媒 普华报 西拜亚联合时报官方网站 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